看到國會大現場了 這是因應珍愛藻礁的公投 經濟部拋出了外推的方案 預計將工業港再外推455公尺 總計離岸有1.2公里 藻礁公投推動聯盟質疑說 這影響到專案小組委員的判斷 而經濟部長王美花 則是以科學證據反擊 立委振振錢他說太不合理了 我們就來看到今天的國會大現場 把時間交給李嘉瑜 好了各位觀眾這節的國會現場 我們邀請到了委員振振錢 委員早安 你好大家早 是我們今天要來聊一下 有關於藻礁公投這件事情 因為其實藻礁公投大家都很關心 有關於這個官堂第三天然氣接收站 推出了這個外推的方案 不過好像是闖關初審成功 初審的環評專案小組是成功了嗎 而我們也很關心針對經濟部在審查 前一天大眾做的發新聞稿 好像是會影響了12月18號的公投錢 他們想要在12月18號 之前通過這個環差的評鑑 而王美花也對此回應認為說呢 這個是用科學證據來說話 並不是要帶風向 請問委員怎麼看 我覺得在整個環差的首審前一天經濟部發表這麼大動作的一個新聞資料的時候 我覺得他不是要帶風向我不知道他是要做什麼 王部長說他們其實是用科學數字在講 那我在想說我們的環團這麼多的學者專家 難道他們不是用科學數字在講嗎 他們提出需要能夠往外移5公里 其實一定有他們的一個理論的一個依據 難道環評他們是拍著頭就想出這個數字嗎 一定不是的 所以現在經濟部在這個環差的首審之前 發布這樣的一個訊息 我覺得就是民想想要帶風向 想要在公投12月18號之前 先讓環差能夠順利通過 然後也許就能夠霸王硬上弓 我在想現在的經濟部現在的執政團隊 他們不想怎麼樣子去跟民眾做更有效率的一個溝通 只想要用一個硬的來用霸王硬上弓的方式這樣子來過 我覺得是不治的 而且我覺得也是不適合的 所以你認為說他黃美花所指出的科學證據說話 似乎是已經打臉了嗎 我覺得他講科學根據的時候 我只是要講說環團他們在提出他們的主張 之前也做過很多科學的一個調研 所以才提出他們的一個主張 並不是現在經濟部長說他們是科學的數字 別人就不是 我覺得這個狀態很冥想想要帶風向 讓人家覺得說環團他們可能只是 一廂情願自己想怎麼做都怎麼做 只有經濟部才是有科學數字的依據 其實不是的 環團他們在當初提出這樣的一個方案的時候 也是有很多的學者專家提出他們的一個科學的依據 是 好 謝謝委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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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幫大家做個結論了 其實有關於這個藻礁議題呢 剛剛委員也是認為說呢 是似乎王磊花科學證據這件事情似乎是不成立的 因為其實在新聞稿裡面提到的這個工業區15公尺到18公尺內 是沒有藻礁的 不過呢這個問題卻被這個藻礁公投的連署人去反擊 他認為說呢這個藻礁議題公投呢 不應該這個新聞稿這麼這麼早 而且審查前一天來發布 好像是似乎呢是會影響這個12月18號的公投 影響到12月18公投之後呢 他們想要藉此通過這個環差 以上是這節的國會最新 我們將鏡頭交換給彭內主播 成的住民宅 致書 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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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